來了來了來了 快快快快起來 要不歇一會吧 太累了 不行了這體難 少君 少君來了 這題我寫完了 現在我能休息了吧 費神 又 又 又怎麼了 少城主著考開示在即 我是來幫你練習策論的 策論 不就是辯論嗎 你放心 我這嘴皮子厲害著 三公主這麼自信 那咱們來賭一把 賭什麼 如果我贏了 你親我一下 那如果我贏了呢 我親你一下 這個少君是在考我的 應變能力嗎 這種玩笑可不能亂開啊 那我先出一題啊 在花園城 翁婿矛盾由來已久 岳父不僅可以 隨意打罵女婿 還可以做主將她休憩 那麼如果有一天 岳父與女婿發生爭執 女婿應該是忍讓 還是距離力爭 我覺得應該是 距離力爭 這不就是婆媳矛盾 小意思 你這選反方是吧 那我就選正方 我覺得是應該忍讓的嘛 這翁婿矛盾 無非就是一些 雞毛蒜皮的小事 再怎麼吵也吵不出 高低之分 而且就算你吵贏了 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不為了家庭 能忍一忍 都和諧一點 請你另一半加在中間 多難受啊 這麼說來 如果有一天 你與我母親發生了爭執 你也會為了我忍讓嗎 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受委屈的 而且我喜歡的人 我母親一定也會喜歡 在說什麼啊 行吧 這一局 算你贏了 子瑞 喝了 走 不是 怎麼感覺怪怪的 那怎麼怪呢 肯定少君願意去扔你的唄 難道也是 我是她名義上的妻子啊 她怕陳主借我來壓制她 不妨 反正我倆早晚都得拆火 你幹嗎 你那個有事說事 你別動手啊 受君說 全府上下 都可以向三公主提問題 我 我想問問 真的是 撒嬌男人會好命嗎 其實男女都會撒嬌的 撒嬌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它就像是一個潤滑劑 在男女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呢 你稍微撒一下嬌 試一下弱 滿足了對方的面子 從對方那裡獲得一些實惠之後 你會發現矛盾減輕了 或者是消失了 所以說撒嬌對於雙方來講 都會有好處 撒嬌男人會好命 娘 人家提不動嗎 哪個小姐姐 來棒棒人家 我不是小姐姐 我不是小姐姐